徐母痛骂了曹操之后 拿起那咽头来 差点把曹操脑袋给打开了花 徐母用的是遗迹 他想激怒曹操 把自己杀了 然后好让儿子徐树 为自己报仇死心塌地 是辅佐刘玄德 曹操真想把徐母给杀了 徐母这一迹让成玉给识破 他赶忙劝阻 哎呀 丞相 这徐母可杀不得 您怎么能这么办呢 您杀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太太 您这么大个丞相 名声也不好听 再说您把他杀了之后 那徐树就永远也过不来了 曹操一天可不是嘛 我险些上当 那你说该应当如何是好呢 您甭管了 交给我 不久我就让徐树到许昌来保您 曹操一听的好啊 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 程玉领命 在相府里啊 找了一个背景的小院 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了 吼 程玉整天来伺候 是为前为后 老太太的饮食起居 她是关心备制 不管他去干点什么 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 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 程玉这个人不讨闲 让人看着呀 就很亲切 尤其他自己说 从小和徐树是小朋友 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 有时候 程玉啊 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 什么好吃的呀 好衣服啊 衣服料子啊 还写一封信来 老太太呢 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 徐母的文笔非常好 这样书信往来不久 程玉就把徐母的笔体 给模仿下来 他就按照老太太的笔体啊 给徐树写了一封信 把信写好之后 叫过一个新服家人 你去给我送封信 这家人一听先生 行啊 往哪儿送呢 送信这个地方 离这儿远一点 你可得格外小心 到那儿啊 不要多说话 要紧争眼慢张口 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 这家人一听先生 您放心吧 多远 什么地儿 我都能把信给送去 哪儿啊 心也陷 这家人一听 心里吓了一跳 心说那不是刘备 刘玄德的地盘吗 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 感觉这信放那儿送了 我说先生 这么一通嘱咐呢 先生您放心吧 那我也能送到 您说送给谁吧 送与刘玄德的军事 擅服 我记住 家人拿着这个信 就来到了心也 没敢住拐义 他住的一个小殿坊 哎呦 这个殿坊的伙计啊 非常客气 远街高营 像接亲人似的 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 第二天 这家人再一看这心也线 哎呦 长者先幼者后 公买公卖 行人让步 而且还有一首民谣 说新野木 刘皇叔自来此 民风足啊 不管是军民人等 一提皇叔刘备 都打心里望外 那么崇敬 哎呀 这家人点点头啊 难怪我家丞相 总是担心这刘备 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 果然不错呀 他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 说求见擅福军事 我是他的乡人 就是老乡啊 我也是影川的人 这影川在哪啊 就是现在河南玉县一带 说是他母亲啊 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 门军赶快 禀报进去了 擅福军事一听什么 母亲给我来信了 快把夏书人请进来 夏书人进来 一见擅福军事 先把书信呈上 擅军事重谢了夏书人 把他打发走了之后 擅福这才把母亲 这封信拆开 打开书信 这么一看 刷了一下 眼泪就流下来了 这成谕模仿徐母的手记 写这封信 他措辞挺厉害 他这信怎么写的 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 报病晋王 得了个报病 最近死了 你呢 是漂流四海 居无定所 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 为娘我是举目无亲 正当悲痛欲绝之际 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 他说你造反了 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 多亏你有一个好友 成谕先生 说情答就 曹丞相说 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 他才能免我一死啊 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 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 是说断就断 那么急书到日 望我儿兴夜赶来 以全孝道 如果我儿早来一步 母子还能见上一面 晚来一步 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 当我儿来了之后 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 咱们谁也不保了 娘我呀 守着你过几天 书心日子一了残生 不枉为娘生而一场 哎呦 您说擅服君事 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 他怎么没辨认辨认 是不是母亲的鼻体 一个是成谕模仿 徐母的鼻体很像 再一个 徐树顾不得这些 徐树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 他是弑母至孝 就是最孝顺了 在影传那一带都出名 再说人怕着急 不有那么句话吗 缓则一语审量 急则不急志详 说是时间要是长 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 你还可以寸凉寸凉 这一着急 就什么也顾不得了 他拿着这信 就要找刘备去 恰好这时 刘备来了 玄德最近 哦 这神态和过去 是大不一样了 心里头也踏实多了 脸上也显着 特别那么舒展了 自从得了军事擅服之后 是连打胜仗 而且还得过了凡城 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 正像水晶先生说的那样 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 就是身边无人 看来不服高人不行 不重用能人不行啊 所以玄德一有空闲 不是把军事请过去呀 就是他过来跟善军事谈谈 谈一次话呢 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 今儿个他又来了 走到门口这儿 玄德一听 这屋里头有人哭 好像是善军事在哭 他赶忙挑帘子进来 一看果不其然 善服军事哭的眼睛都红了 哎呀 善服先生 你这是怎么了 师君 您来得正好 您快请坐吧 我跟您实话实说 我不叫善服啊 玄德心说 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善服 你不是服龙啊 就是凤厨 就是跟我说实话 说实话哭什么呀 善服先生别着急 您慢慢的说 我乃影川人士 姓徐明术自原之 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 为朋友我杀过贪官 官府到处捉拿我 被逼的我是有家难奔 从而呢 我远顿他乡 便走明山大川 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 我是先习武 后习文的 后来我接交了水晶先生 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 刘景生 喜交明事 我特地去投奔他 到了荆州 我一打听 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刘表这个人 没有什么作为 也没有什么大志向 不堪与此人共事 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 我回到水晶庄 见到水晶先生 他鼠说我一顿 说是 梁鸟责母而戏 梁臣责主而逝 有贤明之主 你不投 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 我当时问他 贤明之主在哪了 他说 就在眼前 就提到了使君您 那天晚上刘史军 您也住在水晶庄 学生已经不错 您和水晶先生谈话的时候 我听见了 对对对 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 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 可就是不知道在哪见过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因为那天晚上 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 您和水晶先生谈话 后来声音很小 我就听不清楚 我也不好意思 再听下去 徐树一听不假 那正是在说您 水晶先生 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 把我推荐给您 我说不用 我想要试探试探您 所以在长街上 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 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 您当时就翻脸了 我心里可很痛 我这才证实了 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 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 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 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赚到许昌去 您看看这封信 玄德一看这信 也哭了 这怎么办 这时会儿 徐树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 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 这个人特别重感情 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 现在母亲是命在单膝呀 徐树的心都碎了 他们得一步跨着许珠 见母亲一面呢 我对不起母亲 他老人家年轻居双 拉扯我多不容易 居双就是守寡呀 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 如今就让我母亲失守异处了 你说他能不急 可是徐树又不忍开口啊 和玄德告辞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 刘备这人太好了 虚述为难了 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 也哭了 先生不必难过了 常言说母子临心 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的苦留先生 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 母子见上一面 徐树一听 哎呀多谢时君成全 他是一一道地就此告辞 慢来慢来 刘备摆了摆手 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 今夜再盘缓一消吧 明日一早 我与先生践行 徐树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再待一晚上 玄德说完了回来了 一进门 孙前一看 主公满面泪狠 主公 怎么了您 玄德就把方才徐树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 孙前一听他可不行 主公 不能叫原职走 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 为什么呢 您想他在咱们这当过军事 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你什么事能瞒得了军事 这下他要到了许昌 肯定他去辅宝曹操去 到了那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 咱新野不就完了吗 您不能放他 要是不放他的话 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 只要他一杀徐母 原职就哪也不去了 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 您看这样好不好 哎呀 玄德摇了摇头 孙前先生 我怎么能这么做呀 我未用其子 使人杀其母啊 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 让别人把他妈杀了 此为不仁呢 再说绝母子之情 老太太命在丹西 我不让徐树去 一不让他去 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 我让他晚去一步啊 我都对不起老人家母子 连个面都见不着 此为不义啊 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我总能做得出呢 哎 孙前叹了 孙前叹了口气 暗暗赞美 主公这个人太好了 可是您心肠这么好 孙前 暗想 您的霸业可就完了 这时刘备吩咐 被一桌上好的韭菜 把徐树请来 要畅饮通宵 喝一碗声 明儿个 徐树就走了 酒也摆好了 两个人对着面 望这一坐 酒也针上了 俩人眼泪全下来了 谁也喝不下去 玄德还让呢 元智 你喝呀 徐树看了看杯中酒 又瞅了一瞅盘中菜 士君呢 我母亲如今被困压到许昌 是命若玄思 纵然是金酱玉叶 我也难以下咽 士君 您喝吧 刘备听着这眼泪就下来了 元智 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 我选得如断左右手啊 我俩胳膊都没了 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 也难甘胃 什么味我也吃不出来了 这二位倒好啊 就这么坐着 看着 哭着 一直到天明 这时会儿 众文武都知道 徐树先生要走了 孙前张楼着 在城外长庭 设下了酒宴 给徐树先生 这时刘备和徐树是并马出城 来到长庭前 下了马 宣德沾了一杯酒 捧到了徐树的面前 元智啊 元智啊 刘备缘分浅薄 不能与先生相聚 往元智此去善事新主 以以成功名 哎呀 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 说我呀 没有那个缘呢 我也没有那个福气 不能和你徐元智朝夕相处了 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 你可要好好的干 你好功名成就 哼 宣德这几句话 对徐元智的刺激可太大 你听着 好像是宣德让徐树到了许都 好好保曹操 实际那意思 你别保曹操 徐树就明白了 他狠着眼泪 使君呢 我元智才俗学浅 深蒙使君重用 今不幸半途而别 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使君里呀 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 命在丹西 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 纵然草草 用千条妙计逼我 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 就是我这一辈子 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 使君您就 就放心吧 刘备听着这会点了点头 沾了沾眼泪 元智 你去吧 你走之后 我宣德从此也远顿山林 你也走了 我也没法干了 我从此引顿了得了 宣德说这句话 这是有意打动徐树 徐树听出来了 哎呀 使君您可不能这么做 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成其王霸之夜 凭什么呢 我就凭的是这颗心 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 那么我这心已经乱了 总然使君把我留在心也 也无济于事 那么您呢 应该另访高贤 共图大业 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 而能引顿 哎 元智 我看了 天下高明贤士 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智左右者呀 说比你再高的恐怕找不到了 不不不 徐树摆了摆手啊 使君您过奖了 我徐元智不过是个碌碌雍才何敢单词重欲呢 他看刘备那样子太难过了 徐树简直不忍看了 他把杯子接过来 刷把这杯酒往地上这么一洒 然后转过脸来嘱咐文武重将 愿诸公善事使君 以图名吹主博 公彪轻使 千万别学我徐元智 有始 无终 众文武一听都哭 这时候这长庭送别的人 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 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 徐树的心里像滚油肩肠一样 他吩咐一声 呆马 登城 快点走吧 他班安上马了 玄德也上马了 是并配相送 还送 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庭 走了一城又一城 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 徐树一想这得送到哪儿去啊 呜他把马勒住了 回过头来使君您请回吧 望您多多保重身体 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原直向您告辞了 玄德 玄德听到这望前一带马拉住徐树的手 先生此去天各一方不知何年月日 再得相会 说到这儿 玄德是泪如雨下 徐树把心一横仰手一边 啪 洒马走下去了 玄德往前一催马 又追了一城 没追上前面有一片树林 他站到临边望着徐树的背影 只见徐树是越走越远哦 看看要看不见 这时玄德放声大哭用手一拍安桥 原直去以我将奈何 徐树走了 我可怎么办 他吩咐 来人哪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发倒 中文武一听都愣了 主公 那伐树为何呀 您送徐原直干嘛把树都砍了 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原直之墓 让他这么一挡了 我看不清徐树的背影了 玄德这话还没说完 只听一阵轮铃声 啊 徐树催马回来了 玄德一看 这原直取而复返 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 玄德想到这会儿赶快一催马 迎着徐树就上来 先生取而复返 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 员 员 原直白马勒住 士君呢 方才徐树心乱如麻 走得慌张 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 哦 员 原直 有话请讲 士君 此间有一位骑士 有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住在离襄阳城二十里地的笼中 望士君能去登门求访 哦 玄德一听 那我就凡原直你 替我去请一请吧 哎呀 士君 这可不行 此人绝不能屈致 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 没那事 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 如果说士君得了此人 那就好比周德吕望汉德张良 你要把他请出来 就好像周文王为谁访贤 请出来了江子洋 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 哎呀呀 原直啊 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 徐树苦笑一声 士君 拿我和这位比呀 那就好比奴马并麒麟含鸦配鸾锋 就好像一匹獵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 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锋在一块飞 我追都追不上 此人在农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意 以我看管仲乐意不及此人 他有惊天伟地之才 乃盖世第一人也 玄德听到这喜不自生 原直快告诉我 此人姓氏名谁 此人乃郎雅杨郡人士 父姓诸葛丹子明亮 自孔明道号卧龙 哦 原直 莫非就是那水晶先生所说的福龙 凤鸦 正事实上 凤鸦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 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 他撂撂术语 表达了徐术对徐安德的忠义之情 这真是片眼好似春雷阵 能使南洋起卧龙 几句话说的徐安德 似罪方醒 如梦初觉 徐安指走马见诸葛 这才引出来刘关张三顾 毛鲁 毛鲁 毛鲁